謝謝主席 麻煩一下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 辛苦了 太魯閣事件 太魯閣號事件發生到現在 我想加上媒體幾乎每天的報導 那大家我都覺得非常的心動 非常的心痛 你身為部長你剛才也講了很多 我們可以感受到你心中的苦 那麼我覺得 現在目前我覺得最重要的第一點 就是應該要全力的 要協助我們受害者 以及他的家屬來撫平他們的傷痛 我想這個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那麼第二點呢 我覺得你心裡應該也很急 就是應該要如何來趕快 再擬清事實的真相 讓我們全國的民眾來了解 那擬清真相以後呢 第三點就是剛才好多好多委員 包含我在內的 我們都希望說我們能夠記起教訓 然後要來怎麼樣來防範於未來 那我個人覺得啦 你現在你剛才講話 我真的非常肯定 你也說你在跟時間賽跑 你也提出了辭程 但是你現在希望的說 你在這個階段裡面 能夠好好的把事情了解清楚 讓後面接棒的人 能夠趕快的步入一個常態正軌 然後讓我們整個的交通部 甚至於我們的台鐵 能夠好好的做好一個改善的工作 好 那麼現在局長 我應該要講的就是說 你在業務報告裡面 你說得很清楚 你說你們要去參考高鐵 它的一些所謂的預警措施 包含著所謂的邊坡滑動偵測 落實偵測 還有所謂的入侵偵測 這個應該是非常重要的 從這個事件裡面來看 這幾個重點真的非常重要 我想這跟預算或許有關係 但是你剛才講到了 現在要怎麼跟時間賽跑 那這幾個機制 因為高鐵是封閉系統 我們台鐵是開放式的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呢 這個事件 接二連三的事件 一直下來 我們發現到台鐵 真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 那我們屏東 屏東 我們現在很多的通勤組 你剛才有講到重點 現在大家對台鐵的信任度 已經降到谷底 我們屏東 依賴著對外的聯外系統 台鐵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現在連我們上班的三班族都會怕 他們真的會怕 那怎麼辦 那剛才講的這幾個系統 你覺得 你剛才講的 這很重要啊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真的不是專家 但是我們要繼續教訓說 像這些系統 而且包含著 怎麼樣趕快落實去做 部長 你在這個時間來 你經理說怎麼去規劃 好 高鐵是可以參考的對象 但畢竟跟台鐵不一樣 系統不一樣 對啊 怎麼做 那台鐵有幾個特色是高鐵沒有的 第一個它是真的有些是半開放式的路線 再來是它真的比較長 它1065公里 是高鐵的三倍 再來它車種很多 所以事實上它整個不像高鐵這麼單純 特別是它最主要很多地方走平面 那高鐵它是比較封閉的整個路廊 高鐵可以 台鐵沒有理由不可以 那這個就是所謂智慧交通的導路 就是說你怎麼樣把開車的人 跟路況還有整個中央的行控中心 這三個能夠整合 這個叫PTC 那我現在也已經導入 也爭取到預算 要做這個列控4.0 因為現在5G時代 我們的通訊這麼發達 那不應該用舊的時代在解決 未來的可能會面對的問題吧 對 你講的沒有錯 那系統性的來解決我們有方案 這個就是比較屬於安全的部分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你從你剛才的對談當中 我可以發覺到你真的有深入 你也了解 但是現在政治上一定要你去承擔責任了 我也真的很欣賞說 你願意為這個負起所謂的政治上的責任 但是現在就是講的 很多委員包括我知道 來 大家都認定 甚至於全民現在認為說 台鐵現在這一個所謂的百年老店 卻變成所謂它一個沉重的包袱 那未來 講到百年的老店 大家就不是說 說改成堆改均定 不是呢 卻變成它是一個包袱存在 怎麼樣去落實更新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能說現在事件 讓它一而再再而三而發生 那剛才講的 台鐵是屬於比較開放式的 它的狀況真的很多 它的狀況真的很多 但是我們不要真的等到 每一個事件不同的事件發生了 再來考慮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怎麼做 而是應該要去超前的部署 把盡可能的所謂發生的情況 去做一個全盤的了解 跟大力大刀闊斧的去改善 現在我們台灣北線希望的是 你們可以做到這樣啊 這就如同你講的 要跟時間去賽跑啊 這個 我跟委員說明 有些是台鐵 他自己應該要做好的 那我們要當然 必須要做好 但是有一些是台鐵之外的 因為整個總體檢裡面 有三個部分 組織改革 然後營運管理 還有就是安全相關的事項 那組織改造 涉及到人 涉及到錢 這個也就是最上位的 為什麼要行政院 能夠整合跨部會 關鍵在這裡 你財主單位要配合 對沒有錯 你人事還有相關的這一些 都要能夠到位 這個時候我們就提出 其實這兩年是有很認真 去朝公司化的方向在研議 那這個其實在總體檢報告裡面 也沒有到這麼明確 那這個就是從組織面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這個公司 是每一個人自己的公司的時候 你的心態啊 跟你 當然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他的整個 就是所謂可苛責性也好 他的誘因結構都要到位之後 其實我們就是要用企業的一種 經營的理念 讓他變成一個公司 這樣的一個形態 當然這裡面又有很多其他的 各種的不同的類型啦 用企業經營的理念去改善 是絕對需要的 我跟委員再補充一點 比如說剛剛有委員有提到 你屬於鐵道的建設 這個是龐大的投資 還有過去它的虧損 那你都要幫他解決嘛 尤其是有些政策性的補貼 不應該算到台鐵的帳上嘛 那我們要台鐵好 不能要台鐵 我們都能了解 就是說不吃草吧 對沒有錯啦 我是把這個問題釐清之後 什麼事情該什麼人來做 其實清清楚楚 那我不能等到別人要做我才做 我自己就已經在做 但是我就是做我可以超自在起的 那很多因素還是需要政府整體 包括府院 一起來形成一個改革方案 我們要幫台鐵走出一條路 這不是台鐵自己的事情 這是台灣人的事情 好 部長 我給你這麼多的時間 來講這些 是 謝謝 我就可以體會到說 你真的是有在思維 有在思考怎麼樣 讓台鐵 重新找出一條 可以讓台灣人信任的道路 但是這條路是真的很漫長 而且是很辛苦的 但是 不能不做 但是 當你要推行改革的時候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也不一定可以拿回 所以你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再跟時間賽跑 但是 等你離開這個職務的時候 後面接續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會造作 我們不曉得 但是目前我只是期盼的就是說 從在這一個 目前的這個事件裡面 大家真的要痛定思痛 要痛定思痛去改革 尤其是在我們公務系統裡面 大家的心態裡面 我每天說賺不了 怎麼叫做承擔 什麼叫做責任 這個絕對不是王府說的 所以我在這邊 還是要跟部長你們期許 還有跟台鐵期許說 真的要去記取教訓 但是記取教訓 真的不是用嘴巴講 一講這樣就算了 不要千萬千萬 我好講好多次了 不要真的千萬等到 另一個不幸的事件發生以後 我們才要來再說檢討 就像那天我在運安會 在執行運安會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了 我說有這麼多的檢討事項 當你們發文 給我們相關單位的時候 各行政單位置之不理 因為他們有權力嘛 所以這個就是令我們心痛的地方 部長在最後 我還是要再肯定你說 在這麼一個事件發生以後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如何能夠查明真相 讓我們台灣人民 一個所謂的清楚 然後呢最主要的還是 未來在整個的台鐵的改造 甚至於在所謂的運輸方面 如何能夠讓台鐵重新 預火重生 這個 我覺得你還是責武旁貸啦 我們覺得還是要帶假把禁啦 還是給你們鼓勵 我是覺得真的 我們沒有最好 我們只有更好 但是我們真的不能再有另外一個 所謂的這麼樣的一個交通事故來發生 這是我們大家互相要勉勵的地方 好不好 部長謝謝 大家辛苦了 好 謝謝蘇貞欽委員發言